週三,8月21日承認拘留了英國駐香港領事館的一名僱員 該名僱員違反公安管理條例的深圳被行政拘留15天 但在週三的例行記者會上 中國外交部份人耿爽沒有提供該名僱員為何被拘留的詳情 香港當地媒體指認該名僱員是鄭文傑 在8月8日到比倫香港的中國城市是深圳出差 參加一個工商活動後,在返回香港時被拘留 現時仍不清楚鄭文傑是否有外交護照 而耿爽則表示鄭文傑是香港巨脈 而在香港,有示威人士在英國駐港領事館前舉行拯救鄭文傑的活動 數十人在在場高呼英語的口號其後 亦有代表將網上聯署的請願信交給領事館的職員 呼籲英國政府盡快採取行動 這個事態發展又可能使得北京和倫敦本來就呈現緊張的關係進一步惡化 英國前殖民地香港在過去兩個月以來發生持續不斷的抗議 抗議者所抗議的是香港政府試圖修改逃犯條例 使得北京可以方便地把香港抓到的人 送到堅決不要司法獨立的中國大陸受審 倫敦呼籲北京遵守英中兩國在香港交還英國之前達成的國際協議 認真履行先前的承諾對香港實行一國良制 再見 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